來看今天的消息 我們臺灣和宏都拉斯 來回到國防部 表示會調回我們在宏都拉斯的目光 兩邊的軍軍學員 中間有四十四人 會照到過期的例來處理 不過這次的回到 可能會讓我們國的外交政策 來專用 專用這相定勝利 臺灣和宏都拉斯 短高 國防部共調派出 香港無關已經完成環境人數派出 五千幾歲 另外相同軍訪學員 有四十四人 會照往來處理 我們在臺的或者是在住在國的 我們都會依照過去的網領來處理 近期就會有進一步的答案給大家 臺灣段高 外交部長五十四的表時 任何國家希望和臺灣共化關係 就算是非邦告國 也沒有拜託政府總統 我們說外交政策 這是可能專用 相中生金 也引起途中的討論 我們都樂於接受 也會揚氣過去那種漢賊不兩立的外交策略 因為全世界跟中國建交的國家 相對是多很多了 所以中國可能要比較擔心一點 這個球回到他那一邊 隨著中國大陸在國際上的影響力 還有美中之間的關係 要做到所謂的雙重承認 是有它的困難度的 因為這涉及到兩個中國的問題 以及一中一台的問題 區域和平跟民主價值是我們臺灣所追求的最重要的方向 我們會跟國際上所有理念相同 價值相同的朋友們一起前進 行政一份議長在文殘標時 會跟理念相同的國際朋友當作前進 跟欺騙 也會讓美國和日本可以克裸到臺灣獲交 另外就在台風斷高的時鐘 共同部公保政策四隻處競爛 在台海四口的華東現時競軍交代有萬無等 記者綜合報道